大家好 我是魏玉田 趕快帶您起來關心 今年第一個強烈颱風 薛蘭諾的最新動態 目前呢 他已經走到了日本的南方海面上 而在他的下方 還有一個熱帶性的低氣壓 預估今天呢 就會進一步的成為 今年第12號颱風 叫做梅花 不過壽命呢 非常短暫 可以說是彈花一現 因為薛蘭諾呢 會往西南方走 而這一個熱帶系統 則是會往西北方移動 兩個系統非常的近 就會產生騰原效應 也就是說 薛蘭諾呢 將會吞掉這個熱帶系統 而變得更大更強 玩弱一個小鋼炮 而相信大家在看到他的移動路徑呢 就會覺得非常的好奇 怎麼會有一個颱風 竟然會轉彎 甚至呢 是不是有機會直撲台灣呢 煞車煞不住 的確呢 德國的模式來看 他還是有親台的可能性 不過呢 是責任為說 他之後呢 還是會有蠻高的機率 會北轉 而預估呢 到了週四 週五的時候 他就會來到了琉球一帶 因為導引的氣流 並不明確 因此呢會在這邊 稍稍的停流打轉一下 而等到禮拜五的晚上 才會北轉 而這個時候 當他開始轉彎 發佈海上颱風警報的機率 就會變得非常的大 而預估他的暴風圈之後 也有機會再插邊北台灣 而不管這個颱風最後怎麼走 從今天晚上開始 北台灣的部分呢 風雨會變得越來越明顯 而從週四到週六的時候 預估呢 北台灣還會發生局部大雨 甚至是局部好雨的機率 而中南部地區呢 也會開始下起短暫震雨 接下來帶您關心的是 今天全台各地 更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來看到的是 在北台灣的部分 其實白天的天氣呢 都還是比較悶熱的 不過要注意的是 從晚上開始 受到了偏北風 還有外圍環流影響 都會開始下雨 降雨機率可以高達百分之三十 而中部地區呢 在中午過後 受到的熱力作用影響 也會開始下雨了 降雨機率可以高達百分之六十 白天高溫可以來到三十三到三十五度 再來看到的是 南部地區 同樣受到的熱力作用影響 因此午後呢 降雨機率也是非常的高 降雨機率可以高達百分之七十 再來看到的是 東半部地區 在今天晚上開始 同樣是受到的 外圍環流影響 也會開始變天了 提醒大家 一定要特別留意 而在外島的部分呢 在廉價還有澎湖 都可以看到陽光露臉 而金門則是雲亮偏多 要提醒大家 從今天晚上開始 受到的 宣蘭諾颱風的 外圍環流影響 因此呢 北台灣將會 開始變天 風雨會明顯的變大 而要注意的呢 是到了 周五周六的這兩天 也會是它 最接近台灣的時間點了 而要提醒的是 從明天的下午開始 在花蓮以北呢 也會發佈 陸上強風特報 一定要特別留意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 感謝你的收看